嘿呦 聊世纪 天天都个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围巾人对场凶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介绍一下蓝芳选择的文明是围巾人 围巾人最大的特色是用免费的轮轴技术跟手推车 而且步兵的血量是游戏里面最多的 这个枪兵的部分 他的枪兵虽然是66滴血 但是没有急兵算是蛮可惜的 但是他的银罐技术 球掌科技也可以提升步兵对骑兵的伤害力 所以围巾人的枪兵还是可以用的 围巾人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步兵跟弓兵路线 骑兵路线的话稍微不行 没有三级的马卡也没有品种 但是在一些城堡时代初骑时 还是会使用骑士进行前骑的压制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凶人 凶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开局 虽然木头减100 但是不用盖房子 省下来的木头就会多撒弩田 或是打一些强军士压制敌人 所以凶人打法比较偏向于打快弓路线 凶人的特色是他的马弓单位造价非常便宜 而且后期也有游侠 打法还是比较主要围绕在骑兵路线 凶人他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 没有中型投尸车的关系 所以如果遇到对方自己打马弓 对方是战矛怪的情况 那就只能转游侠或是大洛马去进行压制敌人 所以投尸车工程系路线稍微弱了一点 当然他是有大冲车 而且巨型投尸机命中率更高 所以凶人在这个阵地战来说也不会太差劲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封建时代打法 好,YO这边在推路 这边终于看到路了 看的时间有点慢 两边都是四分钟才找到自己的路 推完第一条路 其实四分钟也不会说太慢 还算可以 因为通常十八寸的时候 就要赶快去侦查 这个时间点推第一条路的话 通常第二条路推完 就差不多要去侦查 三条路都推完的话 可能会有点太慢侦查 不知道这时候在干嘛 所以这边很大的概率 YO这边推完路 会出去侦查吗? 没有,打算要三只都推完 当然HERA这边是决定要去侦查 原来这个出门时间真的是晚了 你不知道对手在干嘛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而且你也不知道对方的弱点点位在哪 所以这边一定要赶快去侦查 那YO是选择了不侦查 然后把第三条路也推完了 这个是斑马 OK,HERA这边是前期侦查 看一下对手在干嘛 那HERA这边可以选择步兵的开局 有血量加成 但是前期的棒棒 这时候出门已经稍微有点慢了 还是直接鬼转轻奇兵 鬼转赤猴 赤猴配弓兵 也是不错的打法 好,这边均匀先下一个 封建时代两边都差不多 那这边HERA的承证中心 有稍微闲置了4秒 好,点一下的支付技术 两边都是差不多时间封建时代 那HERA这边是有个细角 先点上封建时代 再点直播 这样时间上就会跟对手差不多 明明是对手比较早上封建时代的 这个18P 结果升级时间是差不多 好,这边看到对手是肉马开局 赶快先把家里围起来 先按枪兵跟弓兵 直接走一个不弓兵路线 好,这边两只肉马过来 来 臭命给逼退 盖围枪的臭命赶快打一打 好,这只肉马过来帮忙一下 好,这之后就是凶人最强大的地方 肉马可以按得很快 而且农田可以撒得更快 所以肉马可以一直按一直按 然后毛病也可以一直按 所以你看这边农田 哇,已经7片田了 来看一下Y.O. 好,Hera Hera这边只有两片田 这就是不用盖房子的威力 而且Y.O.这里也没有围家 所以目前 Y.O.是不用担心对手压制过来 但他的防守来说 一定要去铲毛兵在家里防守 会比较好 不然就是侦察要做到位 反应要够快 赶快进行一个迅速反击 把这个臭命赶快拉回家 才会比较安全 好,那正面毛兵过来没有看到弓兵 那这边Hera的弓兵出发 其实Y.O.是不知道的 毫无知情 好,这边Y.O.点下了一级射 十二片田 五,这田就要越多了 十一片 好,但Hera这边也是快速撒田 现在是八片田的优势 可是并不多,但弓兵过来 诶,但是有预感到吗 居然第一时间毛兵就抓到了Hera的弓兵位置 好,两边都点了一级射 这边要考虑要不要点一下一级的弓兵铠甲 但现在弓兵数量其实不多 用少量的毛兵还是能压制回去的 所以这一级射一级弓兵铠甲 可点可不点 但这边还是选择了点下 有人会说 到底这个一级的弓兵铠甲什么时候点 所以是看你要不要去封建打一个大封建 然后用毛兵去压制对手 我是觉得对方弓兵多的情况下 是一定要点 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Hera这边的弓兵数其实并不是到非常多 只有四只 正面四只,这里四只 这里是转毛兵了 Hera这边是没有选择点下弓兵铠甲 因为这边弓兵 有没有一级弓兵铠甲都没差 因为毛兵是打额外增伤的 并不是打这个基础伤害 好,这边拉了一只 四只村民过来盖箭塔 哇,这个凶人果然打强军士 四只毛兵还在追 而且现在一级弓兵铠甲 Hera这边想要绣弓箭手也很难绣 好,Hera直接跟对手对齐塔来 你插我,我也插你 互相插 好,那Hera这边拉了一只村民去挖石头 这个难道是要鬼转挖石防守 好,我要在正面补了一根箭塔 直接锁住了脖子跟金矿 那Hera这边就有点小伤了 要不要补一个市集买卖一下呢 正面的城门可能会被打掉 这里要稍微围一下会比较好 但是决定不围 围正面吗 这里围一下,盆盘 然后左边这里稍微围过来 看怎么围都不太好围的样子 好,这边就要来看一下Hera怎么反击啊 好,这里工兵再秀 原来在秀这只工兵啊 夸他秀赢了耶 再两发 哇,高打低,点掉 工兵最后活了下来 这就是Hera的手势吗 居然有一只工兵活了下来 好,单三只毛兵过来 这边这里会合一下 这里要杀进去了 好,四只村民 箭塔要不要补一下这个位置 还是要补左边 碰农田 连环塔 还是不要连环塔 直接控正面 OK,毛兵过来 但是Hera、城堡斯坦已经发点下 后面补了一个新的射箭场 好,两个射箭场可以再继续出工兵 好,当然这边全是毛兵 好,工兵在后面 好,这里补一个新的箭塔 待会工兵也可以驻守到箭塔里面 增加一下箭矢的数量 那我要增加箭矢数量的话 一定要靠村民喔 Hera可以靠工兵增加箭矢数量的话是最好 哇,结果一只工兵被射死 哇,尴尬啦 刚讲完他可以用弓箭矢增加箭矢数量 稍微点掉一只 OK,WIO这边的细节操作还是很不错的 一收村先射弓箭手 好,Hera这边点下城堡斯坦 两边城堡斯坦都差不多时间点下 好,那直接进入城堡斯坦环节 上方的毛兵还在骚扰 我拿个毛兵过来防一下 下方的毛兵也出来了 好,WIO点下了品种 还有城堡斯坦以及挖金 后面的树木区 这里要不要补一个房子呢 好,这里村民被打喷出来 好,退一下退一下 好,WIO这边升级上去之后 先点了二级色,准备要来转马弓的样子 二级色战毛兵先点吧 战毛兵我觉得还是要点一下 好,这里是先补一下的攻城七字到手 Hera这边也要补吗 先补了一根城堡 守住一下正面 果子跟金晃先拿回来再说 后面补了一个修道院 居然是先走修道院 这里先骑兵这么多才走修道院 算是,这个是赤猴不是先骑兵 算是很有自信喔 对于自己的僧侣控制 好,现在两边三城堡斯大概都没有先点下 战毛兵的三级 反而是先点二级色 好,这边赤猴没有走过去 这里暂时还没有问题 好,这里要暗些狂战士吗 好,这里要开打了 赤猴扁一个几下 但是后面攻兵在射 二级色的关系 攻兵射得很远 但从实测意来可能战况会有改变 这里反而想要毒口 但是没有机会 这个口还是被阻止了 Hera这边损失了几只村民 但村民数并没有落后太多 43村兑45 好,两边的弓箭手 还在防守这个阵地 哇,这两块腹筋都被控住啊 但是还有这个石头 像Hera要想办法把这个区域拿回来 但同时撤过来了 围巾人的僧侣也不是非常好用的 点了一个复卫技术 增加一下步兵的移动速度 好,投石车 小心 被点掉 哇,这个用毛病去点投石车 还顺利点掉了 哇哟,这边有点小小失误 虽然让对方硬生生点掉 可能再控家里 好,把家里稍微围一下 那家里的状况如何 哦,这里补了一个新的伐木场 家里没有补TC 好,后方有一只骑士加两只马公 这里有点麻烦 怎么办呢 大工兵过去 僧侣不着想 选择用自己的村民围起来打 哇,那这里是不是要死个几只村民了 三只村民倒下 第四只也会倒呢 好,马公看到毛病 开始撤了 好,下方偷开一个城镇中心 ERA还是要走一个经济流 3TC防守反击 是CV国现在最主流的打法 这个打法最稳定 而且世界冠军们 都是用这个打法 拿到世界冠军 所以这个打法是稳中之稳 比起插箭塔、开稿、前期快攻 这些方式来说 3TC防守反击 还是稳定性比较高 只要G超好的话 基本上问题不大 防守反击优势是很大的 原进攻成本 真的是远高于 远低 远高于这个防守成本 好,黄战士这里补上 诶,这里有少量的黄战士冲到了YO家 YO这里有机会守住吗 他家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城堡 也只有一个TC 诶,完蛋了 要BBQ了 哇哟,这里有点尴尬 怎么办 这里的村民被大量狂战士 直接追着打 而且有故会机速度关系 追村民速度很快 一只一只敲掉 这个要是为惊人 有酋长科技的话 每一只村民都是5块黄金 哇,这里就赚50块了 好,趕快拿一些马工过来救一下 好,这里毛病也出去反击一下 好,清醒透支车出来 被狂战士追着打 好,再一刀砍掉 狂战士顺利射掉透支车 危机狂战士砍了非常多村民 撞到了TC 看到马工的撤退 继续骚扰 这里有挖金矿的村民 也要撤了吗 还是就让对方砍呢 还是要撤 让他砍的话实在太亏 毕竟这里马工速度太少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解掉这些狂战士 所以一定要撤 但是光是撤退也是损失了非常多村民 像Wild的村民树 已经被反超了 55村到40村 哇,先打Hera 优势16村 危机人 打出优势来了 这就是Hera吗 鬼惨 危机狂战士 然后防守反击 TC开农 家里用毛病挡 这个打法确实吸力了 好,危机狂战士 但是现在天生会自动回血了 不用像以前还要点金罐 遭有回血 如果有人多回敌血的话 多坦个一刀 就是赚到了 好,后面这四只工兵还在输出 我受得有点开心啊 但是工兵终究是打不太以马工的感觉 危机狂战士又再次挡下其次次的伤害 后方的这批小罪全部被解决掉 娃娃这波想要打一波强军士 结果进去 没杀到几只村 反而损失了自己的所有部队 后面家里的工兵 完全缓回拉 虽然截掉了危机狂战士 但村民树已经被明显拉开来 64村 对上44村 差距快有20村了 好,这里有一只骑士 在这些毛病 狂战士过来救一下 好,先来娃娃转一些僧侣 稍微招翔 工兵上来硬点 但是招翔工兵不划算 往后拉 还是被射掉了一只 毛病症上去硬点 但是没点掉 半血 低打高 还是伤害不太好 好,Hera这边 战毛配狂战士 这个打法 非常罕见 好,娃娃见到 哎呀,这个我已经输这么多尖技了 赶快补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要是盖起来 我就赢了 Hera这边没有足够的资源 也埋不起移动城堡 选择直接把村民拉走 下面要开一个新的城堡中心吗 还是要决定 契田逃跑 好,但这边还是有跟城堡防守 所以暂时也没问题 好,再把维巾狂战士送到 娃娃家里 娃娃这边要怎么打住 这些狂战士跟战毛兵呢 只靠骑士的话 家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好,这里赶快拉马公回来救一下 但马公回来救也只能打维巾狂战士 喔,这里一个点发 点掉了两个马公 歪欧 尴尬了 Hera这边点发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家里的城堡也是被盖起来了 现在这边凶人要打赢的话 是很困难喔 只出骑士也不好打 只出马公的话 后面又占毛病 现在这边就是要秀操作 看起来的操作更好 细节处理得更好 好,骑士先上前 马公第一时间上前 上高地 开始射维巾狂战士 维巾狂战士 维巾狂战士被射了几发 好,在这里马公被打得有点痛 好,维巾狂战士上前 好,这里硬点狂战士 狂战士被点掉只剩下一只 收干 好,把所有的狂战士打完之后 骑士就可以上去把毛病解掉 哇,这边细节还是处理得不错 好,Hera这边 木头有点爆量 待会要赶快撒一堆田 OK,赶快撒田 免费的轮轴技术跟手推车 让Hera的经济应该是起飞了 看一下现在经济赢多少 好,现在经济已经赢了 话要死 3000资源 我的天 3000资源都可以点帝王时代了 这就是维巾的精细打法 3TC防守反击 碳士进攻方有优势 其实是 防守方的维巾 这具有优势一点 只要没有大量农田村民被打到的情况下 都不会到太亏了 在这个城镇中心决定要放弃了 没有打算修理 远离帝王时代 还有一段时间 不如在其他地方补一个新的城镇中心就行了 这里稍微有一些骑士在侦查 看一下Hera家里的兵力状况如何 皇战士数量有点多 YO决定要转一些TC 开始转农 但这时候转农的话 很容易农输围巾人 但打强军士 现在暂时也打不赢围巾 所以 现在YO就要靠秀操作了 只有秀操作才有机会打得赢正面了 好 这边操作马弓直接被点掉两只 一只胜女也倒地 后方的马弓高打第一 想要反击 等赞毛兵第一时间也是开始开打 前方的皇战士往回拉扯 骑士并没有解掉太多的围巾皇战士 这里赞毛兵给马弓的压制力还是相当的好 好 好 YO这边是决定继续出骑士加上马弓 家里的城堡没有铲出打拉汗骑兵 偷偷进来偷喊村民 好 危机人这边点下了帝王十代 帝王十代一补下这根城堡 就会化为虚 这边这个模仿怎么死掉了一半 尴尬 这里农田 村民效率不是很好 OK 这里危机皇战士开始往前走 YO这里是决定继续出马弓 Hera这边决定是继续出维巾皇战士 配战毛兵 好 但是这一次本队已经离开了 YO这边是能机会打赢正面的 好 这里YO真的被迫转出了头十车 但头十车只有青头 我真的是匈奴杯哥 遇到战毛兵也只有青头可以打 好 那既然只有青头的话 那我们就出更多的青头 就等于是中头了对吧 好 危机皇战士过来防守一下 这毛兵被打得有点痛 YO这边是继续补下更多的马封 Hera点下二级的步兵台甲还有纵火技术 开始要来手撕前方建筑 YO被迫回首 回首的话 Hera又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继续开农 转出更多的围巾狂战士 好 这里后方又开打了 这边骑士过来正面印上 马弓在后面 战毛兵后面点马弓 点掉两只马弓 第三只马弓可以倒地 第四只倒地 倒地的四只马弓 正面的围巾狂战士被全部剿灭 YO这边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经济已经损失了非常多 现在差了三十四村了 Hera经济 经济突破天井 帝王时代还有15秒 二级攻也马上补下了 好 这里 马弓 小心 同时车 后方 细节 拉好 上高地 但是不能停 维巾狂战士要先打投石车啊 诶 没有要先打投石车 这里是不是 好 拉了一只过来打 好 但维巾人这边是要赶快把这根城堡盖好 哎呦 盖好了 Hera这边损失了一些村民 但最后还是把城堡 顺利盖起来 战毛兵也没有损失掉 维巾狂战士 顺利的把投石车给敲掉了 好 这边还是赚到了几只村民 村民稍微拉近了一点点 现在差距只剩下三十村了 但是升到帝王时代的维巾人 时间也不多 越越拖后期越难打凝凶人 后期帝王时代八折马攻很优势喔 虽然现在是九折 但是马攻单位打步兵就是很痛 那维巾人要反击马攻的话 只能用战毛兵中头或者是强谋之类的 会比较好克制一点 但会比较没那么有优势喔 畢竟他的工兵单位喔 没有母子环 所以维巾人这边要打赢的话 只能用大量的兵力去压制对手 尽可能去做交换 然后伤到对方的经济了 维巾人才有办法取胜 好 外奥这边再次上前想要尝试解掉这些维巾狂战士 但是这里维巾走位风骚 只被点掉了一只 射毛兵这里继续攻击或放马攻 马攻一直想要走位 好 再继续射击 射掉维巾狂战士的血量 胜率招抢一下 好 这波打起来 Hera是有点打输状态 维巾狂战士现在数量不够多 只有两根城堡 这场围巾狂战士 但现在问题是黄巾不够 好 战毛兵终于有三级一色 加上化学了 那后方的马攻伤害是很不错的 好 外奥这边要尽可能的去出兵 然后争取一些时间 农出更多经济 然后点帝王时代 尽量要把游戏时间延长 不要在城堡时代这个时间点 就被Hera给压制住 然后就一波倒了 这个时间点去偷点帝王 是最危险的时候 要一直出兵比较好 好 外奥这边是一直爆兵 没错 三个马就 三个射箭长 继续按 好 骑士要继续补 正面真的要打不赢了 这波过来可能会爆炸 那外奥这边只要挡赢一波 就是说Hera的正面 只要军事上的数量压制 有打赢或是抓掉更多的村民 那Hera进攻使出些些防守破绽 然后进攻破绽 那他就有机会反打回去 好 后方战毛兵高打低 打马弓效果非常好 一发一发接着打 打掉了非常多的马弓 马弓这边有点卡蛋 我已经狂战士一直继续出出 但现在有球掌科技 打骑士伤害其实很高的 但是后方马弓伤害也不错 但战毛兵打得很开心 后方巨型投射器直接被点掉 这根城堡直接变成道特堡 YO这波 神命all in打得非常漂亮 这波要是没打回去 YO也要打GG了 但这波有稍微打赢的迹象 暂时还不用打GG 但是自己的马弓全部送光 只剩下骑士 只剩骑士的情况下是不能硬打的 人家有球掌啊 这个骑士送光了 YO这里可以偷点帝王了吧 现在这个时间点偷点好像可以 好 赶快点一下 不然城堡打帝王 很没有未来啊 帝王时代要补在最后的城中心喔 好 这里补一下帝王时代 喔 这里两只围巾狂带士 开坎 好 但是YO决定不点帝王时代 决定点投降 没想到最后抱着资源死去 看来YO是觉得升到帝王时代 就已经没了 家里一定会被拆光 经济一定很惨 就算升到帝王时代 也没有第一时间 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点重装马弓喔 伤害的话还是有点难打 而且对方战毛病已经全满了 好 刚伤害全满 所以要反打回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而且后期要点游小的话 经济也不是非常好 好 中间这个矿也被空了下来 待会就只剩下这家里的附金 附金挖完就是慢性死亡 不然可能是因为这些固力点 而点下了投降 好 那Hera这边是拿到了1万的资源胜利 哇 维巾的经济力就是比较好 那KD方面呢 来到了1.20 不然这军事果然还是比较强大一点 毕竟步兵跟弓兵的造价比较便宜喔 KD版就差了一些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啰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他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